嗨,哈喽,我是小玲 今天这个视频呢,录的是一个偏欧美风的妆容 跟我以前的妆容有挺大的不一样的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,那就跟我一起往下看吧 这次用到了两个粉底液 先用比较白的植村秀的粉底液涂在面部中央 再用身影格色号的圣罗兰的B30超模粉底液 涂在侧脸修饰脸型 还是照常遮一下黑眼圈 这次我们用烘焙定妆法 把散粉倒在手心 然后用沾湿的海绵蛋沾取散粉 厚厚的敷在眼下 鼻头额头等容易出油的地方 过五分钟之后再扫开就可以了 接下来画一个稍微高调一点的眉毛 先画出基本的轮廓 然后再往里填色 我再用这个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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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再用遮瑕膏舒适一下眉形 先用一个肉粉色给眼皮大面积的打个底 用刷子预染开来 再用这个深粉色加深一下眼尾跟眼头 用提亮色点在眼睛中央 然后再用一把火珠型的刷子扫开 还是照例先填补一下内眼线 然后再往外延伸画一条微微上条的眼线 其实我在画这道眼线的时候是很紧张的 很怕画错手抖 刷上睫毛膏之后可以再用高光提亮一下眼头 这样眼妆就完成了 还是用眼影的肉粉色当作腮红 用晒霜妆的打法横向的带过鼻子 用真狮提亮一下鼻梁 接下来就是大面积的扫上高光 颧骨鼻头眉弓一个都不要少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唇色了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唇色了 好了整个妆容就完成了 我最近在探索更多不一样的妆容 这次小小的改变 希望你们能喜欢吧 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